弟兄姐妹平安,又是我们考古新知 今天来到二十四 讲的就是西罗亚的备文归完给以色列 那今天是三月十四号 那在三月十一号的时候呢 耶路撒冷的时报就说 土耳其终于愿意把一块 西伯来文的备文完给以色列 这个是什么呢? 原来是两千四百年前 西罗亚的备文 就是由当时奥图曼帝国监据的时候 就把他带到伊斯坦堡的博物馆 那所以在圣经来说 这一个是西斯加王在耶路撒冷王 建造隧道的一个职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在以色列博物馆 有的这个西罗亚的备文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仿祭品 我们也有在我们圣经探索博物馆里面 我们也有一块也是仿祭品 所以以色列原本是应该拥有的 但是他们是仿祭品 我们有的也是 那真本在哪里呢? 真本就是在伊斯坦堡的博物馆 这一块是我自己派的 所以这一个将为的就是代为以色列 所以以后呢 就是有这一块就没有以前的那一块了 那事情是怎么样呢? 原来阿图曼帝国呢 在1516到1917年的年间 统治耶路撒冷 还有呢 中东其他的一些的地方 那所以当时的西罗亚的备文 还有其他的以色列的出土的文物 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呢 就搬到那个土耳其去 那么所以呢 当时除了这一块的西罗亚备文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块就是叫基斯阅历 那在我们的圣经探索博物馆呢 我们也有一块呢 就是基斯阅历 但是这一块呢 是仿基品 那除了呢 那一个的基斯阅历以外呢 还有圣殿外邦人指布的一个备文 同样的跟那一个的西罗亚备文 都一样的放在伊斯坦堡的博物馆的里面 那么我记得呢 在1990年那一年呢 我带了我的学生 还有一些参加圣地团的团友呢 就到那个伊斯坦堡去 那么当我们要走在 使徒保罗的脚中的同时 我们也很想参观这个博物馆 那这个博物馆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包括了西罗亚的备文 基斯的阅历 还有另外呢 外邦人指布的那个备文 那我就写信了 我就跟那个博物馆说 我来了 我知道这一个是关闭的 能不能我现在申请 可以看得到 这三样的东西那个 当时呢 他真的回复我 说可以 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心 告诉那个导游 我能够进去 他说真的吗 没有人进过去 我为什么呢 我也告诉呢 我在那个土耳其呢 有一个宣教师 他是我的宣教师 后来呢 也是在那一边呢 就是做宣教的工作 他就说 你真的能够进去吗 我说我真的 我收到通知 我也可以进去吗 没有问题了 你跟我来 所以那一天呢 导游就带着我的心 带着我们 大概四十多人 我们呢 就到了那一个的 博物馆的地方 就给那个园长看 那个馆长就说 可以可以 他就叫一个人 拿那个钥匙 带我们到那个山楼去 到了山楼的时候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原来呢 全部封闭的 有一个贴的门 关闭 那个铁门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 上寿 就是 已经呢 就是 很久没有人到 我就 有一个疑问 在我没有圣经以前 不许有其他人到 到过吗 那以后呢 那个老人家 那个管理人 就打开 那一个的门 当他打开那个门 把那一个的铁门 都伸到上面去的时候 我就叫我的头领 全部退后 我们全部退后 为什么 哇 那个尘埃厉害的不得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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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东西 尘埃的都掉下来了 那以后 他的自己 一个人进去 开灯 开冷清 我就跟我的同友说 看情况 之前不知了几时 有人进去 现在我们都不要进去 因为那个空气 可能有一些不好的 失菌也不一定 那么结果 我们十分钟 他打开门 看了冷清 我们才进去 进去的时候 看见什么 当然看见 这一块 真的被闻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基石的阅历 这一刻呢 也是我在那时候 派的 那所以呢 那个大概 已经有 三十二年前 那么如果说 圣地外邦人的 止步的 那块 石碑呢 如果你到以色列呢 他们是这一块 原来这个石碑呢 有几块的 在不同的角落 但是这一块呢 是断了 但是如果你到 伊斯坦堡博物馆呢 那个是完整的 就是这一块 完全没有破裂 就放在那个博物馆里面 哎呀 你说这个多好 所以这三个呢 我们看过了 还有其他的文物 那过了一段时间 我要再去了 我也写信给他 我也看三样的东西 哎 这一期 他没有维护我 没有维护我 就是我可以看 还是不可以看 那结果呢 我就把那个信 给那个导游 哎 他没有维护我 他说不要紧 我们先去吧 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呢 那个导游就给 那个馆长这封信 他说 你去看啊 我说我申请去看啊 不需要申请了 为什么啊 因为你去年来过了 我们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我们从来没有再惯了 我们发现原来 那么多人喜欢去看 这个我们现在呢 都要调配人手 也要开放这一个 哎呀 我说真好 真好 所以我差不多是第一个人 第一班的人 就是进去那个博物馆 到今天呢 他也是开放 所以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三样的东西 在过去的历史 是怎么样的 原来当时 亚俗王 希勒基利 当他要攻打犹大 围困一切的 坚固的城 所以当时呢 希西加王就听见了 哎呀 他又来了 他定义了 要攻打犹多撒拉 于是呢 希西加呢 就跟首领了 跟一些勇士了 相议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不如就堵塞 塞住 城外的床员 那只有里面有水源 外面没有 以致呢 当那个亚俗王来攻打我们 我们不需要给他有水喝 攻打我们 于是就是因为这样呢 那个西西加水到 就建成了 建成的经过是怎么样的 原来这个呢 是在祖前701年 当他要建造的时候呢 哎呀 弯弯曲曲的 一共呢 有1750英尺 如果成一条直线的话呢 只需要呢 1050英尺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这样的局限呢 就可以就是减去了 短了48星 哎呀 所以用很多 太多工程了 因为他们没有方向感的嘛 没有什么仪器嘛 没有科学的东西帮忙 于是呢 因为这样呢 他的目的 就是把大卫城 你知道耶路撒冷分成西山 跟东山 东山就是大卫城 东山的 就是东边 山坡 那一边呢 就是有西轮漆 那边带来的水呢 就是 引进 那一个的水道 以至来到了呢 那一个的基岩的西边 西边呢 就是大卫城的另外一边 那供应呢 当时呢 西西加建立一个更大的 耶路撒冷的范围 就使到西山的那一边的 以色列人 也可以呢 享受到这些的水源 那所以 这一个的石碑 放在哪里呢 就是在 红色的新的那一边 那个就是 那个碑文的所在 那但是呢 发现的人 就是有一个呢 就是叫 埃德华 罗宾信 所以现在我们到耶路撒冷 有一个叫 罗宾信的拱门 也就是同一个考古家 所以他在1838年 就发现了 这个西西加水道 但是呢 发现了 还没有整理了 整理就是 1909到1911年 有另外一个考古家 叫帕克尔 跟他的团队 就把他撑离了 那现在我们清清楚楚 知道那个西西加水道 但是呢 当发现以后 还没有清清楚楚之前 当时的人都认为 西罗亚池的 那一个的水源 就是来自西罗亚的船员 但是后来呢 知道不是的 应该那个水源 是来自 离开了三分之一英里的 那个基训权才对 所以今天你到了 那个西西加水道 人人看见有水源流动的话 不要以为 那个是来自 西罗亚池的 那个水 到西罗亚池 没错 但是来源是来自 基训权才对 那当我们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背文 是怎么样的呢 原来这个背文呢 原本就是用 古代的西巴来文 所写的 那他就是放在呢 离开那个水道 大概来到西边的 一个的地方 那么当时所记载呢 就是一个复杂工程 你知道他万万去去吧 来到最后一段 两组的人都在开座 那么当他们相遇之前 只有呢 三早的那么大的距离 哎呀 听见了 对面有人心 我们就用那个声音的方向 做下去 这个做的时候呢 这个背文呢 就写当时的情方 是怎么样出现的 所以他们终于呢 就是两组人 打开这个水道 哎呀 在这个时候 不如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用中文偏译 在这个耶路撒兰的 考古的朋友 他们所做的 那个西西下水道 让我们先看这个 and when Hezekiah saw that Sennacherib was coming and that he was determined to fight against Jerusalem he took counsel with his princes and his mighty men to stop the waters of the springs which were outside the city and they did help him so there gathered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together and they stopped up all the springs and the brook that ran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 land saying why should the kings of Assyria come and find much water we are now at the Gihon spring it contains an enormous amount of water prior to Hezekiah's rule all this water flowed outside the city through irrigation channels to the fields of the people and to the king's gardens when he prepared Jerusalem for the Assyrian siege Hezekiah worried that the mighty army of Assyria would camp outside the city walls gaining access to the city's water source he decided to prevent their use of the water by blocking and sealing the springs outside the city including the Gihon spring he diverted the springs water into an underground tunnel which had been quarried into the heart of the mountain two groups of Masons worked towards each other from both sides and met in the middle of the tunnel and the water flowed from the source to the pool the tunnel ends at the pool of Siloam which was inside the city behind protective walls the account of this engineering wonder is mentioned explicitly in the Bible and is also documented in the Shiloach inscription which was discovered six meters from the end of the tunnel this is a copy of the inscription written in ancient Hebrew letters it describes the dramatic moment when the two groups met inside the tunnel the Masons were swinging their axes one towards the other and they heard the voice of one man calling his fellow and on the day of the tunneling the Masons bore through one man towards his fellow axe upon axe and the water flowed from the source to the pool for 1,200 cubits 好 短片看完了 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要知道更多 有关这个西西加水道 可以有什么书看呢 我写的圣城系列 里面12月 很详细地讲到西西加水道 那么前两天 我才收到我的书 新的 耶路撒冷的 原习指南 在台湾 在香港 都有的卖了 那么如果北美的话 你就要订我们 在这里才有了 那么来到呢 里面这本书的 65到67面 就有详细讲到 西西加怎么建水道 跟这一个的背文 如果我要去看这个 参观这个 可以吗 有 在我们未来 今年 所有的旅行团 除了一个以外 都会参观 大卫城 与西罗亚池 还有呢 西西加水道 我们也会走在前面 哎呀为什么 不是每一个团都有的吗 不是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 9月 第3第4个礼拜 到10月初 我们有一个专门是 古代的埃及 利巴嫩的那一个 都没有去 现在当然就没有了 但是其他五个 都有 这个在里面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 就是在9月 第一跟第二周 现在开始呢 接受报名 那现在接受报名呢 最早的那一批呢 都是讲华语的 所以如果 这个再下去 都是华语为主的 我们这个就是华语团 如果有更多广东话的呢 没有考虑其他的 只能够考虑这个呢 我们可能呢 就是良语 所以我们没有说什么语 但是我们在之后呢 在12月第一跟第二周 有英文的 华语的 广东话 三个团 这三个团呢 都有这个内容在其中 来到圣诞节 这个呢 不要再报名了 因为已经一个围区都没有了 满满了 这个也是满满了 但是还有这两个 还有一点围区 所以呢 这一个呢 都有包括 参观这一个的CC加水道 那如果我们参观 那个水会 能不能 会不会太高了 但我们去到 那个CC加水道的话 大概 那个呢 是宽 两侧 所以你一定能够进去的 但是呢 当进去的时候 那个高度呢 是五英尺 加上水位呢 要低头一点 才进去 但是去到呢 西罗亚尺那一边 那一边呢 是高 十六英尺的 不是讲那个水 而是讲那个 那个水道的位置 但是如果讲到水的话呢 一开始的话 那个水呢 大概来到我们的 小腿的中部 但是呢 如果是有水多的 那个时间的话 那个水呢 可能会一久呢 还要走到 来到那个腰跟那个松 但是不会找到太高 因为找到太高 它已经溜走了 所以我们盼望 有机会 你能够来参加 并且呢 与我们一同 不但听 也走在 西西加的水道里面 也可以看到 西罗亚的背文 原本的位置 跟在 以色列博物馆 所拥有的 那个背文的内容 都是对于我们 认识旧约的圣经 非常有帮助 考古新知 就是要把最新的 考古的基础告诉你 如果你不用错过 每一期的话 请你可以订阅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要看 我有关考古的书的话 可以在网络 订阅我的考古系列 如果你有兴趣观看更多圣经背景研究的视频 或者是课程 可以到以色拉培训网络的网上学习平台 如果你在想参加 如果你在想参加实体考察的圣经有关系的地方 无论是以色列 埃及 希拉 土耳其等等 可以考虑参加 由以色拉培训网络主办的百办体院游学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